經修訂的商品說明條例星期五生效 海關執法指引要求零售商的特價要是真的 而聲稱全港最便宜也要有真憑實據 否則可能觸犯誤導消費者的刑責 一間聲稱是全港最便宜 那間又說每天都有優惠 懂得格價的市民就看得最通透 我覺得每間都不同價錢 有時的東西可能比外面更貴 有市民就發現所謂的減價可能是先加後減 它最低與不最低它只是騙你的 它這個價錢一向都賣了9.9 那它就快得價了 那我就寫10.09或者11.9 過幾天又寫9.9 那就是舊時的價錢 這些營商手法全部受新修訂的商品說明條例規管 海關的執法指引要求商戶要確保優惠是真實的 那如果在廣告中號稱全港最便宜 商戶要有證明和有根據 特價、減價的字眼都不可以亂用 商戶未減的價錢要維持一段合理的時間 那道絕今日加明天就減的情況 那但是什麼才是合理時間呢? 法律就要求是一個合理的時段 就沒有說一定是當天或者是多少日 那我相信每一個貨品都可能是不同的 譬如鮮肉或者鮮魚或者鮮果呢 那些這樣的貨品一天就賣光了 那所以在那天來說 它說那天的最便宜 而它之後也都不會再減價的話 那可能就是沒有違法 如果你找到更便宜的貨品的或者服務的 我就會賠錢給你 那如果有這樣的聲稱 就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新的法例會在未來的星期五生後 那消費者如果發電商戶 可能涉及不良營商手法 可以向海關舉報 無線電視機就是一瞻前面